家人们新鲜铁道又出大事了 就在前天新鲜铁道官方的推特账号被黑客攻击了 而那个黑客就是银狼了 官方就在前天发布了一条诡异的消息 而下面一篇内容更加匪夷所思 看样子银狼已经入侵了官方的推特 并且希望大家也加入黑客入侵 银狼说加入入侵的人如果大于5万后 每人都会获得星雄 之后紧接着官方就彻底被入侵了 并且银狼还高调发布了一个网页活动 这个网页的链接我也会放到本期视频的简介区 凡是同意加入本次入侵的玩家 头像都会变成银狼 地址也会变成银狼 很多玩家在下面的评论区表示自己被黑了 后续的这一天里 银狼也是不断的发布获得的最新消息 不得不说官方的这次整合确实非常有意思 加入入侵的玩家会随机从5个头像中选择一个 大家觉得这次的活动怎么样呢 也是可以在这些视频的弹幕区以及评论区发布出来的 好了那么这些视频也是到此结束了 喜欢我的视频也是一定要记得一键三连 本期视频点赞过3000 立刻更新下一期 我是鬼刃 那么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